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自古以來得到西亞波這個區域是四國的重要交通要道 充滿了歷史文化以及自然景觀 也是日本以及外國觀光客得到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這部影片我們將會著重在西亞波三好市的祖谷這一帶 帶大家來一趟自然體驗的一日遊吧 流經西亞波的幾野船是日本的三條爆河之一 歷經這條河和兩億年的重刷 形成B字形又有起岩巨石的大部尾峽谷 這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我們早上的第一站就是利用大部尾峽觀光遊覽船來觀賞這個峽谷 我們從岸內所一路往下走走到峽谷接近河窗的部分 坐上遊覽船 這場30分鐘來回4公里的行程就開始囉 如果日文不錯的話還可以聽聽看導遊的精彩講解 搭完船之後回到岸內所 Bobbo發現這裡的工作人員真的超愛台灣的 還會講個幾句台語耶 接下來我們來到可以看到大部尾峽谷跟吉野川的大部尾休息站 這裡販賣很多德道以及當地的名產 大家可以在這裡寫冰一下 中餐就來吃休息站內的Cafe & GBA Bobbo點的大份量山豬鹿肉漢堡真的很好吃 陳生也很少體驗到的野性風味 剛剛中餐吃得有點飽 我們下午就消耗一些體力吧 我們來到Forest Adventure 體驗在美麗的森林內挑戰自我膽量以及體能極限 簡單來說大家會在身上綁個安全繩索 然後將繩索上的扣環扣在鋼索上保持安全 首先我們認真聽完教練解釋後就來自己挑戰囉 這裡分成四個不同的Course 大約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挑戰完成 乳酸堆積跟滿頭大汗之後 收尾再來個長360公尺 高低差50公尺的高空溜索跨越祖谷川 用這種方式享受這個區域的美景再適合不過了 剛剛訓練完平衡感後我們再加碼挑戰一次平衡感吧 這裡是有日本三大騎橋之稱的祖谷葛藤橋 從而是深山溪谷地帶唯一的交通設施 這條橋使用野生的藤蔓編織而成的 每三年就需要重新編織一次 橋本身很容易晃動 然後藤蔓間距也很大 距離水面有14公尺高 走起來真的是驚險萬分 但比起剛剛的Forest Adventure 足谷葛藤橋就像一塊蛋糕一樣簡單啦 走完橋之後還可以看看附近的琵琶瀑布 然後吃當地的特產 旋轉木偶 加馬鈴薯、豆腐以及蒟蒻穿在一起 然後塗上味噌後用炭火烤 好吃 夜幕低垂也是去溫泉旅館的時候了 我們今晚下到Hotelu Mijiji之湯 合室房間住起來非常的溫馨舒適 晚餐的惠喜鄉土料理 使用這一代的山產跟水產 真的是美味 吃完晚餐之後 大家就來泡個舒服的溫泉 結束一天的行程吧 我是鮑勃 大家下集再見 掰掰